今天是前首相纳都斯里纳吉办理保释手续的日子 他的子女诺亚娜和纳都诺阿兹曼一早就到法庭 为纳吉缴交50万令吉保释金余款 等候当事人到法庭签署相关文件 一身灰色西装的纳吉在11点40分左右抵达吉隆坡高厅 一身红色传统马来服装的夫人罗斯玛也陪伴在旁 纳吉一抵达现场等候的支持者也高喊释放纳吉的口号 纳吉过后进入主部关的办公室签署相关文件 整个程序不超过五分钟 随后也向在外守候的支持者发表盘话 这一件事非常有意义给我 我认为提出的高级的高级 因为这一件事不可以设计 联邦之下区前乌清团团长拉兹兰也宣布 截至今早9点30分 纳吉法律基金共筹得48万9166令吉 上个星期三前首相纳吉在SRC国际公司案件下 被控三项刑事失信 以及一项滥用职权控状 他否认有罪 MDB7综合报道